好另外呢 我們先來關心到是目前疫情的焦點了 因為持續還是處在一個比較高峰的情況 大家都很擔心 每天的案例還是有夠多的啦 先來告訴大家 流行疫情決定中心呢 今天公佈了本土新增的 是76,539例 境外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看到來到66例 死亡的個案呢 也來到了145例 各縣市並列的部分呢 現在還是新北市最多 是14,848例 其他縣市呢 目前都是1萬例以下 不過死亡人數你看到 一下子來到了145例 哇這個數字真是很嚇人哦 這當中呢 包含了102人 是沒有打滿3劑疫苗的 那目前的狀況呢 剛剛講到145例的死亡個案 真的是在創新高了 另外還新增了 包含是378例的是中重症的個案 包含了中症的244例 重症呢 有來到了134例 那麼中重症的個案呢 再增加了兩名 這是兒童的個案 我們可以看到呢 分別是才1歲的女童 以及6歲的男童 所以這邊寫的 你看到5歲以下 跟10歲以下 他們疑似呢 後面都已經出現了腦炎的情況 那目前呢 是這個已經把管移除呼吸器 但是呢還在治療恢復當中 希望呢可以來傳來好消息 第一位是一位1歲的女童 本身沒有慢性疾病 那這次是在5月25號的時候 有出現發燒 那隔天檢驗陽性 那隔天也帶到台大 對不起 帶到醫院的急診 這邊去 就是因為 醫生評估說有這個 病況穩定的關係 所以反加 反加途中又出現了全身的抽搐 然後再回到急診 當時已經有意識變化 跟呼吸窮迫的關係 而插管 那醫生診斷疑似腦炎 做了電腦斷層 顯示有輕微的腦腫脹 不過並沒有說影響到這個腦幹 跟腦室這種比較嚴重的情境 所以是使用抗天鹹藥物 然後免疫球蛋白 還有降腦壓藥 以及類固醇等等這些 那受制在加護病房當中 那因為這個個案的 意識其實隔天5月27號就順利的恢復 那就移除了呼吸器 也把管 那第二位是一位這個6歲的男童 那本身也沒有慢性病史 是在這個5月21號的時候有發傷 那當時有就醫採檢確診 那反加服藥 那後來在這個服藥的 反加 在在家治療的過程中 食慾跟活力有 減退的一個情形 在5月24號 又出現了這個全身的抽 抽出 那有意識的變化 所以再送到醫院去 當時是有 也是診斷說是懷疑是腦炎 所以 因為這個呼吸窘迫情形在5月25號的時候插管 不過在兩天的治療當中 也很順利的就在5月27號的時候就 把管移除呼吸器 所以我們累積到現在總共有22位這個兒童的 重症個案 今天是形成2位 那其中11位是腦炎的個案 那這腦炎的個案當中 除了說有5位是不幸死亡的個案之外 另外6位的這個腦炎個案當中呢 有5位都已經是有 有順利的把管移除呼吸器 冰礦也有好轉 那還有1位的話 雖然說仍然在使用呼吸器當中 不過他的這個整個肝腎功能 的情形也有在恢復 那目前意識狀況也稍微有好轉一點 等等幫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就是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跟病毒作用之後會再還原沖水 溫和不刺激也不會傷害肌膚 所以母親節要到了 還想不到到底要買什麼的話 趕快到快點GO 記得輸入折扣代碼 CTI717幫你把好康帶回家